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香港特首第一份施政報告,在下星期三出爐,亦有不少人期待會不會有林嘉玲,大消息指出, 這個報告預計不會公佈與林嘉玲相關的事,但會講回香港政府抗疫及服償方向及框架, 而更一亦有不少人唱好林嘉玲的效果,反而對林嘉玲暢淡,很明顯是希望做好期望管理,不希望市民有太高期望, 以為林嘉玲很快出台,即是說現今這份施政報告很大機會不會出現林嘉玲, 不過香港政府有意思,首先放寬香港社交距離措施, 而香港政府昨日亦預告下星期起放寬多項社交距離措施, 而他們消息人士指,這類好消息將會陸續有來, 相信這些放寬是會對現今香港經濟有正面作用, 但總括回來講,只要疫情許可, 香港政府都希望可以陸續放寬這類社交距離限制, 令經濟恢復得快些, 而11月香港亦有多項國際城市, 所以就變了用林嘉玲,希望可以省回另一個招牌,靠這些城市。 而另外,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嘉亮亦表示, 見到香港政府不斷努力,希望令市民生活逐步恢復正常。 至於防疫措施放寬速度可有多快呢? 就要視乎入境檢疫0加3之後, 過一個嚴重感染及死亡個案有沒有上升, 才可以決定應不應該放寬到0加0。 如果再結合這一個專家所講的話, 即是說香港未來是好有機會會0加0, 不過要做到0加0的話, 就要觀察現在的狀況到底用0加3, 死亡率重症率會不會升高, 如果不會升高的話應該好快就變成0加0, 但是暫時未有這麼快咯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邊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